第八章 被圣灵充满 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 所有捆索与患难等待我 我却不以性命为念 也不看为宝贵 只要行完我的路程 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指示 证明上帝恩惠的福音 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三至二十四节 被圣灵充满 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 最常使用的话莫过于被圣灵充满了 被圣灵充满是耶稣对门徒的嘱咐 也是初期教会信徒们非常重视的因素 正确了解被圣灵充满这话的意思 对健康的信仰生活来说 是必不可少的事情 耶稣在升天之前对门徒们说 约翰是用水施洗 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使徒行传一章五节 今天很多人以为受圣灵的洗 与被圣灵充满是一码事 但事实上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禁礼是什么 禁礼的意义在于成就上帝的意 马太福音三章十五节 约翰施的禁礼是教育悔改的禁礼 目的在于寻找没有罪的那位 约翰通过施洗 显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藉此成就了上帝的意 耶稣之所以同时提到约翰的洗 与圣灵的洗 是因为就如同约翰成就了上帝的意一样 圣灵将来也要显明上帝的意 约翰通过施洗见证了不需悔改的上帝的意 来到了世上 同样圣灵也见证耶稣是无罪的上帝的儿子 即唯一的义人 约翰过去在约旦河显明了上帝的意 而圣灵今天也仍旧在 借着全世界的圣徒们显明上帝的意 正如被圣灵充满这话一样 我们的心要被圣灵完全填满 人若限制圣灵 圣灵便会受限制 所以我们心里如果有一部分不提供给圣灵使用 圣灵就无法完全支配我们 这样的状态就不能说被圣灵充满了 人想要完成一件事情 需要身体付出行动 而身体要想行动 首先要得到心的指示 这心则受意念左右 换句话说 意念打动人的心 心就引发行动 比如说有一个人在做祷告 为此他首先要有做祷告的想法 接着就要有愿意祷告的心 然后愿意祷告的心要支配身体 这样他就能在上帝面前做祷告 就像这样 意念 心与行动是连接着的 说一个人精神异常 意思是说 这人意念 心与行动 不在一条线上 这类人的意念 心与行动 就好像没有调好交的照片一样 互相不一致 意念归意念 心归心 行动归行动 所以做出的行动让人很难预测 有的人虽然不是精神异常 但在生活中常常意念 心与行动不一致 所以很难让他人产生信赖 被圣灵充满的人 就是指意念 心和行动 都受圣灵支配的人 尽意 尽心 尽性爱上帝 这话语的意思 归根到底也是说 意念 心与行动 全都要受圣灵的支配 比如说 有个人把意念完全交托给圣灵 那么他的心就应该随着意念 但实际上却不是这样 这时候 虽然意念中想要这样做 但心却在说 做是得做 但真不想做 就这样 心不服从意念的时候 就会产生混乱与矛盾 幕会当中可以发现 有的人带着喜乐的心 做教会的事 对这样的人来说 意念 心与行动是一致的 可是 人一旦受了试探 这三点就分道扬镳了 意念归意念 心归心 行动归行动 各走各的路 真正的圣灵充满 是指这三点 完全受圣灵支配的状态 稳定的持续下去 奉献的时候也是一样 一旦心理定好了 直到付诸行为为止 不能改变 真言20章25节说 人冒失说 这是圣物 许愿之后才查问 就是至炫网罗 一旦在上帝面前 许愿要献上什么 那么再怎么是随意说出来的 也一定要遵守 诗篇15章 是解说 他发了事 虽然自己吃亏 也不更改 在上帝面前发誓要献上什么 后来却想更改 就有可能犯 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一样的错 他们许愿之后 虽然付出了行动 但中间心动摇了 意念心与行动 没有达成一致 所以我们如果在上帝面前许了愿 就不能再反悔 案例为牧师的人也是一样的 一旦在上帝面前发誓今后要如何牧会 那么就一定要遵守自己的誓言 但人们把为了案例牧师进行的审批过程当作一种形式 根本不放在心上 哪怕审批委员们要求的答案与自己的信仰有出入 他们也认为先迎合审批委员的心意才是重要的 我认真对方言和医病的坚信 牧师案例被推荐了六年 第一年案例委员们问我 说你认为今天也存在方言吗 我回答是的 结果没有通过牧师考核 一年的问题是 上帝已经把医病的事交给了医院 你相信今天有首案病人病人币的医治的事吗 我回答是的 结果又碰了币 后来又因为赶鬼的问题没有通过 就这样 别人一年就能通过的牧师考核 我用了六年的时间才通过 在这个过程中 我并没有抵挡或不顺从审批委员 每次都按照他们规定的主题 认真递交了小论文 直到我得到牧师案例为止 毫无厌言地递交了二十多篇小论文 一个人要想成为属灵指导者 凡事就不要试图炒炒了事 要彻底的装备好自己 属灵指导者如果希望在指教别人的时候 自己的话有权威 就要以身作折 将来想成为牧师的人 在平信徒时期要彻底的献上十分之一 不然成为牧师后 怎么能教导信徒们遵守 献上十分之一的命令呢 以前我们教会有个信徒 每个年初都在上帝面前许愿 自己这一年要献上多少钱 作为十分之一 事实上 献上十分之一是上帝的命令 不许愿也一定要遵守 但这个人总是许愿 而且每次都没有遵守 后来听说这个人要开拓教会 我不能不为他捏把汗 因为自己在上帝面前 没有处理好的问题 以后在他的幕会中 有可能成为一个很大的绊脚石 圣灵充满是指我们的意念 心与行动全部受圣灵支配的状态 我也有时候在上帝面前 觉知要做某件事 心里也迫切愿意 但到了要付诸行动的时候 却受到限制 这样的事情发生后 我不仅心里很痛苦 而且因此会吃大亏 所以当我们有了 我作为圣徒不应该这样做吗的意念时 心里也决定 对我要这样做 那么就不要犹豫 马上付诸行动 有的人许愿要奉献 后来却没有做 然后拿牧师不好做借口 说不能做奉献 但奉献不是向牧师做的 所以这样的借口根本毫无意义 这样的行为反而只会让自己与上帝之间产生异度无形的墙 这样的人假如事业亨通 我们应该知道这是上帝把他安在了华地 诗篇73篇1-28节 想要认识圣灵的人 首先要知道圣灵是不会被骗的 被圣灵充满的人是指不超越圣灵的人 这种人的意念心和行为不超越圣灵 耶稣警告过 个人伦理方面的罪都可得谣述 但有圣灵介入的问题 性质就不同了 所以既然在上帝面前决心成为忠诚的执事 那么心要成为执事 行动也要成为执事 有的家庭把执事印明书 想起来挂在墙上 夫妻之间的称呼也是金执事 理执事 这样的人不仅对自己执事的职份 言以致豪 实际上也在努力担当执事的职份 而有的家庭把警察所长给的感谢状 当着容易挂在墙上 对教会给予的印明状 却毫不在乎 我甚至见过有的家庭的孩子们 用执事印明状叠指帕子 2000年前 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 人们凭外貌判断他 所以没有人把他当作上帝对待 没有人想到他是天上圣殿的主人 也没有人想到他是进天国的门 同样的道理 执事印明状 虽不起眼 但不要忘记 那里面有与上帝立的应许 有的人误以为兴奋的蹦跳是被圣灵充满 但被圣灵充满是指意念不超越圣灵 心不超越圣灵 行动不超越圣灵 就好像拍照的时候要调好焦距一样 意念 心 与行为 靠着圣灵达成一致 便是被圣灵充满 有的人虽然说方言 但意念 心与行动不一致 这样的人称不上是被圣灵充满的人 被圣灵充满的人 这三方面都要受到圣灵的支配 圣灵多此试验过保罗 但保罗总是保持着被圣灵充满的状态 保罗对于佛所教会的长老们说 但知道圣灵在课程里向我指证 说有捆手与患难等待我 我却不以性命为念 也不看为宝贵 只要行完我的路程 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指示 证明上帝恩惠的福音 使徒行传20章23至24节 保罗已经在上帝面前立了意念 下了决心 明知道前面有捆手与患难等着自己 却还是按照在上帝面前 锁定的意念与心去行动 如果换着他人 当听到圣灵说 各程有患难与捆索等待自己 就会高兴的想 圣灵既然这样告诉我 意思是让我不要去耶路撒冷 圣灵为了救我的性命提前告诉了我 但保罗并没有折断自己在上帝面前锁定的意念 圣灵就是在这个时候知道了保罗的心是怎样的 就像这样 我们要靠着圣灵让自己的意念 心与行动在上帝的旨意面前完全服从 这就是被圣灵充满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